最新一期大湾仔的夜请来了袁永怡和英彩儿两位大湾区嫂子团代表 作为大排档的一日店长 大湾区嫂子家道 自家老婆大人家道 陈小春和张志玲不仅没有立马开门迎接 还隔着一道铁门做了一番恶作剧 吓得他们花容失色 袁永怡顿时忍不住 对着门口大喊神经病啊 不愧是咱们的亮亮姐 虽然说一开始袁永怡和英彩儿都被这一段恶作剧给吓着了 但这一点都没有影响他们的心情 反而开始兴致勃勃和哥哥们分享他们今天联手设计出来的菜单 大谈今晚上的赚钱计划 晚餐时间大排档里果然来了不少客人 让哥哥们都手忙脚乱了 但这时候却又镜头捕捉到袁永怡和张志玲的有爱瞬间 让不少网友都大喊 果然还是真夫妻的谈好客 每个动作都充满了细节和爱 景浩帮张志玲把外套袖子折上去 在张志玲要开始动手做戏多事时 一旁的袁永怡就看不下去对她嘟囔说 为什么她的袖子不要折上去呢 然后就直接动手给她整理袖子 虽然张志玲嘴上说着待会儿可以直接脱下来外套 但还是乖乖站着给老婆把自己的袖子折好 景浩张志玲贴心问老婆要不要喝水 作为店长之一的袁永怡 因为上门来的客人太多而忙得一头晕的时候 张志玲就贴心的问袁永怡说要不要喝水 然后直接就拧开瓶盖给她递了水过去 语气说不尽的温柔 动作无比自然又宠宁 景浩张志玲摔倒袁永怡的反应 张志玲在后厨准备菜品时 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差点跌倒在地 好在她的手用力一撑稳住身体 才避免了跌倒在地的惨况 远处瞧见她差点跌倒这一幕的袁永怡 就急忙跑到她身边 问她说有没有摔倒哪儿 围着她转了一圈紧张的问她是怎么摔的 就算张志玲在三宝正说自己没有手伤 她嘴上还是在碎碎面说头没摔到吧 看见老婆这么着急的模样 张志玲就忍不住开玩笑 假装头流血了安慰老婆 开玩笑之余还不忘提醒老婆地上很滑 别摔倒了 果然真夫妻的糖就是好磕 看到一旁的谢天华 无脸不敢直视的模样 为求谢大厨当时的心理阴霸面积有多大 录个节目怎么莫名其妙 还要被塞一嘴狗粮啊